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已经开始去查那些档案了 查那些账目往来 这是今天晚上一点的时间 应该是下午 他已经开始看相关内容了 结果福克斯的一个专题节目就去采访他 很显然这科莫可能是在外面或者是在哪里 就问他你看到了相关的内容 你看到了拜登家族与中共之间 他用就是共产党 与中共之间钱财的往来 你都看到了什么 你有什么感触 就是你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感触 那他大概讲述的意思呢 我就简单 因为我英文没有那么好 我又跟大家放他原文 有朋友英文比我好 那记者问的问题呢 很简单 说你都看到了什么 他大概就说我看到了中国共产党 他没有用中国 他用的是中国共产党 直接把钱汇到了拜登家族里面 那是不是把钱直接汇到拜登总统的账号 我没有听清楚 但是呢 他很显然 他说把钱直接汇到了拜登家族 汇了大笔的钱 那这些记录呢 就直接佐证了我们曾经猜测的内容 包括亨特拜登电脑盘上所泄露出来的内容 那因为钱确实到了账 确实到了账 这是关键所在 所以电脑上讲了很多东西 要钱也好 拿钱也好 给钱也好 你得有钱到账 所以钱不 那些只是佐证 钱真正到账了 有票据 这就是干过的事已经干成了 用钱说话 后来记者又问他 说 那我就想知道 中国共产党给了拜登这么多钱 他干嘛用 然后大概科默就说 你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呢 我需要记者去问 我能还给你记者去问他 因为在我们看到的记录当中 在我们看到的整个记录当中 我找不到任何一丝一毫的这个证据证明 这个钱去做了什么生意 做了什么买卖 有了什么样的目的 没有 这个钱进来是黑钱 他自己讲的就是黑钱 黑钱的意思就是说 这钱进来了就没事了 白给的 白给的你没有目的 但你又是以生意的角度去展现给公共社会的 那你做的什么生意 对吧 你做什么生意 如果你没有做生意 你把钱拿走了 你对对方来讲那是贪污 如果你根本就没有生意 对方就给了你一笔钱 这就是黑钱 是行贿 你肯定有另外的原因 那你另外的原因 你今天拜登 你曾经在当时你是美国的副总统 那人家为什么给你的钱 所以这个 这些人是学法律的 而且都是政坛上的这些老炮 所以他们很清楚自己的故事 很清楚自己的角色 也非常聪明 非常明白这话该怎么说 那另外一篇报道就提到说呢 也是柯默讲的 柯默跟记者讲说 跟这个Just the News的记者说 调查人员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那调查人员巨大胜利的缘由就是他拿到了诸多银行的相关内容 而诸多银行跟我们跟大家推测的概念差不多 诸多银行记述了在过去若干年里面 按照他说的话说14年 在14年里面 拜登家族的所有成员 包括拜登的弟弟 儿子 弟媳 那是不是包括亨特拜登的那些女朋友 女人 那我们就不知道 但是呢 是跟他家里家族成员相关的 以及拜登家族企业的那些法人代表 企业代表 那这些呢 因为他做生意不是他一个人呢 对不对 巴布伦斯基就是他最主要代表之一 所以这些人的账号所相关的经济往来都已经拿到手了 所以这就促成了在一个时间段里面 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可以看清楚拜登家族的所有进账出账 只有进账没有出账 只有进账没有出账 钱进来了 然后就自个儿用了 没出气了 那没有进账没有出账的话 所以他就被称为黑钱 大概我们能够看到基本上是这个内容 跟大家分享这段视频的录音 或是 Sarah Biden the smoking gun for the whole family op Representative James Comer is the oversight committee chairman 所以 Congressman you're going to get your hands on these suspicious wire transfers from Yellen but you're also making progress where else Well we have bank records we have bank records from one of the 13 banks in hand that were used by the Biden family members in these business schemes so these bank records prove that the Bidens did receive money through a shell company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o this is the first link hopefully within the next 48 hours we'll have more bank records from another bank and we're just going to keep following the money we we know from our sources that have come in the whistleblowers where the money trails are and of course the Democrats have denied it the White House has denied it there's no denying it now with the bank records and now Treasury's forced to have to give us the suspicious activity reports because they acted all along like there was nothing there well I can assure you there's something there and everyone knows it now from the records that you've seen so far and that would be a great question for the media people directly with the Chinese please come 他原视频就这样 原视频就断了 他这里面说就是说 but for the purpose it's left blank so so it was influence peddling and if so that's it that's that's you have to be a registrar like ours were we're curious unlike the unlike the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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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刚 我就跟大家解释就是有这么一段东西 朋友要去看呢 这是来自于福克斯的 那个男的是福克斯比较有名的 那他里面最早出来是一个女士 那个女士是他的 是拜登总统的弟席 詹姆斯拜登的太太 所以他大概按语就是说 有一大笔钱是寄给他的 寄到他的账号去 然后里面就讲述了 中国共产党寄给他很多钱 那他就问他说 这个钱在干嘛使的 那他就说 这空方就说我也不知道干嘛使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所以这是他的兄弟 那是他的弟媳 那是他的儿子 所以这是他们家族内部的势力 与共产党的钱 与共产党钱直接相关 所以他就讲说 他必须要讲清楚这个钱 干嘛用了 为什么人家为什么给你这笔钱 所以里面的库默就用了 是一个黑钱的意思 那黑钱这就涉及到洗钱 对吧 那我相信从法律上 他会有很多的法律解释 他也提到说 在未来的48个小时 因为今天是星期三 所以他要到星期四星期五 48个小时 他们还有其他的银行的账号 那而这些钱 都是以电汇的方式 进入了他个人的账号里面 所以基本上内容就是这样 那可以看到 克尔默呢 蛮激动的 蛮激动的 他就直接提到说 为什么白宫去否认有这样的钱 为什么民主党人也否认有这样的钱 那其实拜登总统 自己也否认有这样的钱 他就要提出诸多的问题 当然从众议院的这个 从众议院的监督委员会的角度来讲 他没有执法权利 他没有 但是呢 他是监督权 但他会把这样相关的内容 直接转给今天的司法部 那司法部将如何应对 我们并不清楚 但是美国社会是这样的 那时候无论怎么样 他有一个公开 他是一个公开的新闻自由的社会 那在我们现在看来 以这样的方式披露出来 那社会所有人都知道 这是拜登 拜登这笔钱干嘛了 而这个钱是共产党钱 所以当这么去连挂的时候 也就是说 媒体以极其非常犀利的方式 把问题扔给了今天的 每一个美国人 每一个选民 那每一个选民 去做出自己的答复 白宫可以答复 可以不答复 那今天的司法部也可以答复 也可以不答复 但是呢 这些东西都会对司法部长 对今天的白宫 对今天的民主党 留下很深的印 就是很深的印痕 因为他们是靠党派利益 那损害党派利益的本身 直接就给后面带来直接结果 所以可以把它看成 这是一种化石来 就是这些人 就是美国的众议院这些人 非要置拜登家族于死地 原因 他拿了共产党的钱 是 明镇